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個賽馬怪談鬼上身 夜媽媽又是我世榮 同大家一起圍在火爐上看著建制APP 一直找些不正常的騎鏈報名 不正常的騎鏈出擊 我們一般都稱之為鬼上身 有高血壓或心臟病甚至孕婦的男性 千萬不要按右下角的四星龍珠 訂閱世榮香港人賽馬頻道 野獄騎士賽日更不要訂閱我IG 按我頭像story 免得有貼士你們心臟頂不住 立即帶大家看看今次有什麼是鬼上身 大家可以看到中逆禮其實表面上沒有什麼機會的初出馬神驅馬鈴 葉楚行也報了一隻沒有什麼機會 上次輸七個馬位給我為你的神來之筆 詩集有少少走勢 但其實葉楚行在四班千二兩組拆組 他根本可以除了電信龍驅用中逆禮之外 另外再在另外一場用中逆禮捕場更好的馬匹 至於為什麼不報是因為他留了一個位置 在另外的四班千二谷草 將勝利神驅贏千四一放到底 贏到機緣醉夢人心星的一匹比較好的賽區 竟然不報 那你說千二又贏過千四又贏過 為什麼走去谷草搏千二呢 其實是否四班沒有賽程呢 有一點都不是 大家可以看到其實剛剛這個賽日 四班千四米賽士 根本就有這個賽程是可以報名的 只看到葉楚行就沒有馬去報了 報了這個菊草 所以大家都要留意在同一天 究竟葉楚行的安排部署有什麼出奇的地方 讓大家可以知道其實接下來的賽程 那一匹才是鬼上身 好了 節目時間又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這個賽馬怪談鬼上身 明天還有更多精彩節目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 我們很快 李家露 錦霧 empieza